好 各位夥伴大家晚安 晚安 我想今天這一堂課 我們邀請到網行司網議員 還可以讓大家談 淡台陸網的在地經營與地東創生 我想以一個司議員在在地這種生態環境的經營 這麼投入 我想她的基隆應該趕不到第二名 其實在我們的手動步道也好 淡台步道也好 這幾年的推動其實都可以看到 行司議員以及她的左下角 工作室以及她們夥伴的參與 包括我們現在的軟軟清水三步道 都是行司議員這邊在推展 當然我們希望基隆的整個步道的一個推動 不是只有在淡台這一方 我覺得基隆是整個在全台灣裡面來講 她整個的一個城市結構 那個丘陵山的比例非常的高 我覺得應該在全基隆 我們應該大力去推動整個手動步道 要去培立步道的志工 我想這個步道我們這一場只是開端 我們接下來在下半年明年 我們會繼續跟圈林步道之間合作 現在算是比較初階啦 後面會慢慢有一些進階 然後志工和一些所做志工和一些同意 那到時候再邀請大家 當然課程規劃也會有一些改變 不過這一個推動工作我們不會間斷 那當然也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我們今年的十、十一、十二 另外三個月我們會在黃浩石館做淡蘭海原 那個綠道 國家綠道的一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呢 我們除了基隆自己在地所做的 我們也會邀千里步道一起來撤展 另外我們會邀包括整個淡蘭 其實還有包括宜蘭、雙北 其實都有淡蘭去環 所以我們會邀這兩三個縣市 包括社大夥伴在這個撤展中間的參與 那屆時也歡迎我們所有這次參與合理的夥伴 一起在這個撤展過程中間 一個參與籌備以及到後來的展現 大家一起來 好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徐志妍 好 謝謝在校長 然後我們在座各位同學 各位夥伴大家 晚安 大家好 我們應該是要進行三節課對不對 就是今天晚上 然後這個題目 我已經忘了為什麼我當時會這樣子病 所以我在準備的時候 其實有點卡卡的 那個卡卡在哪裡 就是說 我對於地方創生這四個字 還是其實有一點點 覺得怪怪的 那個怪怪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是在社區營造概念中長大的 因為社區營造在台灣其實已經走了二十幾年 那我自己比較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一路看著社區營造 然後發展到後來 它應該要再繼續被批評 被批判 然後應該要再繼續往前轉進 欸 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地方創生的概念 那地方創生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是 就是滿肚子疑問 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沒有關係 就是 滿停不定了嘛 我們就試著往前說 那 但關鍵是在那個淡膽陸武王的在地經營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先進入之前先問一下大家 調查先 因為都第一次見面 那 你是基隆人的請舉手看看 就你住基隆 你是基隆人的請舉手 OK 好 有一些不是 那你 你住暖暖 你是暖暖的 那是舉手 一二三四五六 這個抓頭的不算 七八 好 好 我們今天要談這件事情 其實 我其實嘗試換另外一種方式談 但是必須要說 因為在談淡膽陸武王這個概念 其實 它其實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為什麼 因為淡膽的整個系統非常 你們如果前幾週都上過課了 其實知道北路中路南路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陸武王的系統 那 我其實並不是為了要了解淡膽武道 所以才去碰淡膽武道 而是因為我生活在暖暖 所以我開始接觸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要我講 我也只能講說 我在暖暖所經驗到的淡膽武道是什麼 以及到底什麼叫做武道 以及人跟武道的關係是什麼 可以在這個地方上稍微談一點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路往前推進 然後它會是被幾個不同的議題所組合的 那 因為在座大部分都不是暖暖人 都是基隆人 但是 我們發生了一連串 這過去這幾年發生了一連串奇奇怪怪的故事 然後 都被我們用 步道跟古道串聯合起來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 表面上我們都知道 步道它 古道它是一直都存在在那邊的 但是 為什麼 步道可以幫我們 串聯出各式各樣不同的事情 而且是在此刻的現代 那 我等一下要再講 就是我們過去這幾年 我們整個團隊 在暖暖所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它都跟步道有 好 這件事情先給大家看 後面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自己本身因為是一個示意人 所以我對於 政策 環境 還有環境 中等人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關注的 那 當然可以跟一些其他議員不太一樣 但 總之我就是我 因為 社會議員只是一個短期打工的身份 那 中則對我來說 比較長期我自己自我認同的角色 仍然是一個社區工作者 或社會運動工作者 所以 社會議員只是一個短期四年我使用的工具跟身份而已 但是呢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我們會不斷的經驗到 人跟環境 預算與建設 政治與生態 這幾者之間 非常有趣的思念的過程 會在這個過程當中進行 它就像是什麼 我們在座各位有很多人 其實對於手作步道這件事情有興趣 手作步道的興趣到底原本源於哪裡 這件事情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步道師 手作步道至於你是什麼意思呢 你用你徒手之力改變環境 並且把這個環境打造成你要的樣子 是這個想像嗎 還是說我純粹就是很喜歡步道 但是我希望步道不要用那種形態出現 不要用另外一種形態出現 我至於步道是什麼 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往前追索或探索 它其實就會問的是說 那你跟這個環境什麼關係 你自己想要成為這個環境裝神一樣的人 以及你希望這個環境變成 怎樣可以適合於你 這些大災位 但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想清楚 不代表你不能做手作步道 它一定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路摸索清楚 那為什麼給你看這一張 人如果要改變環境 在這個時代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透過公共政策 你透過公共預算 你透過政治力量 你可以對你身邊的環境 進行各種可能的改造 只要你願意使用政治 只要你願意使用公部門 只要你願意使用公共的力量 它都有可能 我們就算是在開社區營造 某種程度也是如此 但是 我們常常也會看到 類似像這種東西的發生 我把名字都遮住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不要引起太多爭議 你們看得懂這張圖是什麼嗎 它是一個社區裡面 對環境 對某一個當主牆進行彩繪 希望能夠進行環境美化 這件事情要不要花錢 也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這一筆彩繪的預算 基本上是由4億元某某某 爭取經費 然後彩繪志工誰 看見嗎 黑松 我也不認識他誰 然後里長XXX進上 然後時間是2016年的6月出來 其實距離現在不會非常遠 我們的居住的環境 到底是在一種 什麼樣生活的過程當中 一點一滴在改變 你可以看到是2016年的時候 他畫了這個彩繪 先不管用意如何 但是該上去的名字都上去了 不是嗎 我拍這張照片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是2018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過了兩年 他其實爬滿了青菜 那回過頭來也是要問這件事情是 我對於社區環境的想像 到底應該是什麼 來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典型 生活中的環境如何 一點一滴再改變 你不去改變 別人會改變 你不去改變環境 別人會改變環境 來 所以我們大概都在面對這件事情是 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可能 針對我們期待的環境 可以發展出更多的對話 以及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找到更多的共識 手作步道可不可以只是一個 手作步道一個勞動的過程 就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手作步道可不可以也變成 是一個人跟人之間對話的過程 所以 手作步道它到底要對什麼對話 像這種問題就會 就會從這種角度出來 然後一路往前延伸 2016年這件事情 我給你們看下一張圖 是截了不同 也是一樣花了公務門的經費 也是一樣花了大家跟納稅人的錢 但是它對於環境做了一個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在暖暖 你們有機會如果到暖暖走一趟 其實可以去看 這是一個新的營造點 在暖溪裡 然後在暖暖聖光旁的過一面 有一個空地 那塊空地長年被堆積了垃圾 然後透過社區規劃師的計畫 重新被社區居民 又使用了一些經費整理出來 然後它是一個過去舊的 謝玫瑰的 然後他們找了能耐很不錯的鐵工 然後來跟他們共同設計 而且創造了出這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你看上面寫的是 東建煤礦謝玫瑰遺址 然後上面使用了一些他們認為這個 這個社區意象應該要出現的樣子 你如果再仔細看上面的內容 你會不會看到任何簽名 不會 我要講 這個也不過就是相距六年的時間 一群社區的夥伴 他們想辦法把社區改造成 他們覺得應該有的樣子 跟這個 因為都是發自於同樣一種概念 你喜歡嗎 這樣 第二種 我也喜歡第二種 但有沒有可能會有第三種 第四種出現 然後讓第二種傷心失色 當然有 所以這個社會它其實就是一個 不斷對話 不斷彼此挑戰 和不斷演進的過程 那我現在要再講 一樣回過頭來 我們此刻關注於步道這件事情 我們甚至關注於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它背後其實都在想像一個東西 是 我跟這個環境到底應該是什麼關係 千里步道協會 所以他們怎麼想 那是他們的事 但是你自己怎麼想 這件事情它就變得重要了 你跟環境對話的同時 手作步道做完了之後 你也可以跟人對話 但是 how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 這個當然是手作步道 這是我僅有的一兩次 自己參與手作步道的經驗 然後的照片 我自己也在過程當中 同時在經驗這件事情是 我希望這個環境長成什麼樣子 我希望透過這個樣子 可以跟誰對話 然後我們可以在彼此之間的差異中 再朝向一種什麼新的可能性 其實都在問這些事情 好 所以 我的體問是這個 這個某種程度 也是意味著 我等一下所有的報告內容 都會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 我們在那段 做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當然是有脈絡可群的 亂七八糟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不同類別的事情 而這些類別 它到最後最後 都可以好像被收納為 是某一種概念 我之所以為人的概念 那到底是什麼 不是市議員喔 不是一個政黨 不是一個政治理念 而是一個 我成為一個人的過程 那是什麼 所以我的提問是這樣 是說 人是在什麼過程當中 成為什麼樣的人 人不是為了成為某一種人 所以去做某一種事 而是人在一種 什麼樣的過程當中 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這段時間 會在說 剛剛題目會是在講說 淡然路往的在地經營 某種程度其實這八個面向 都是我們在面對 它當中包括了公民運動 包括了學校教育 包括了社區規劃 包括了社區營造 包括了人文歷史 包括了生態環境 包括了政策質詢 包括了預算爭取 這幾件事情 我們巧妙的把它 巧妙是一種好聽的說法 應該是說碰巧的 我們把它組織在一起 它可以剛好被收納在一個 淡然古道的概念下 淡然路往的概念下 我們做了這些事情 而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較清晰的看到就是說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對待社區營造 透過文化不給的經費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社區規劃師 營建署給的經費 我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原來我們可以跟學校合作 把我們原先期待的事情 跟學校的既定的課程 校版課程結合在一起 原來 這個就要講另外一個層次 原來 這個地方被違法 濫肯濫罰 它毀壞的是我們身邊的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同步在發展的過程 然後也才會發現 喔 我繳稅繳了這麼多年 我今年50歲 我繳稅繳了這麼多年 原來我的錢是這樣被用的 被政府用的 好 它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同步發展出了一個 集體對外的行動 同時也對內形做自己 我們好像一副要準備教育別人 傳遞某一些理念跟資訊給別人 但同時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形成我自己是誰 好 我接下來就進入 我們在講的淡然入網的暖暖觀點 應該是說 我沒有辦法介紹整個暖暖入網 或談這件事情 我只能談 從我們自己在暖暖實踐工作中的經驗來談 我們是怎麼被淡然古道給串聯起來的 先給一首詩給大家聽 這首詩是叫暖暖印象 然後作者的名字叫向陽 有人聽過嗎 向陽老師也是一個詩人 然後他前幾年從 台北教育大學退休 然後 總是他一直住在那邊 我唸這首詩給大家聽 睡 睡著的睡 睡 是蟲鳴和天賴 睡 醒 是鳥叫 雨花香 沒有塵土突飛 但見草木莽玉 小街細長 以靜美喜敵人情 群山連綿 用碧綠 成澈藍天 納納社的周椅 彷彷彿 彷彷彿 彷彿依然靠泊水岸 老寮坑的 青措 石措青苔 還眷戀著燕眉 暖冬道上 大清一路咬住 古靜不放 暖暖西中 胡穴枕流 任隨集團愛府 還有百年紅穴 幫土間 雙生土地公廟 都叫明月徘徊映照至今 但見山清水浴 沒有廢水公煙 醒來 不隨徐徐成風 睡前 心生暖暖淡逸 我自己住暖暖也是暖暖的 我自己看就覺得寫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寫出來就是我認識的暖暖 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在暖暖各個地方再多走走 他寫的暖暖幾乎就是我認識的暖暖 暖暖是一個生態非常大豐富的地方 我要先講 如果我們想要對淡然入網再暖暖 這件事情如果有更多的了解 那就必須要先從暖暖的生態 先從暖暖的人文歷史開始進入 才會有感覺 那我們經常其實提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後來找了很多生態老師和專家 來到暖暖 我們大概也都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就會是說把暖暖比喻成什麼 把暖暖比喻成是 給台灣生物多樣性的挪亞方舟 這件事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為什麼生態多樣性會在暖暖出現 而此刻的暖暖 為什麼此刻住在暖暖的人 其實就仿佛住在一個生態多樣性的環境中 這件事情它到底怎麼一路也變過來的 那你就要回過頭來看 台北盆地在過往幾百年來到底怎麼開發的 然後以及整個北台灣怎麼開發的 所以有生態老師就問到我們說 當台北盆地在300年前開始開發的時候 原來住在台北盆地裡面的各種動物 它如果要遷徙躲避人類的侵擾 它該往哪裡去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有一個 各種不同動物遷徙或逃逸的路徑 其實就是順著基隆河 一路從下游往中游走對不對 人類開發到哪裡 動部就逃到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此刻的暖暖 如果是生物多樣性 基隆河中游生物多樣性的起點 它剛剛好其實就意味著 人類大規模的開發 都市性的開發的終點 這樣講給你一點 動物就逃到暖暖為止了 它可能會再往上游去 但是大部分都逃到暖暖為止了 因為開發沒有再往前進 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不知道 但總之我們看到現在的暖暖 它之所以有這麼豐富的生態和環境 其實就是因為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好 可是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也同時在暖暖發生 是什麼 這張圖 這張圖 我在幾年前 已經都準備好要出版 不是出版 應該是要複印 印法 讓它變成是一個暖暖的 古道和步道的地圖 你其實可以看到整個暖暖區 所有的步道跟古道 我們用去走遍了之後 用去PS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古道 古道跟都道的系統 其實非常非常黏密 我認為應該算是北台灣裡面 步道密度 數一數二高的小鎮 應該就是在那裡 這件事情它可以跟 我們此刻剛剛在講的生態多樣性 是剛剛好融合在一起 它針對整個都市化 以及大規模的開發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相容的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生態多樣性 以及慢速發展 以及不追求交通便利的移動 的一種路保 其實就是在暖暖 非常非常黏密 這件事情 形成了暖暖現在的樣子 至少有一部分的暖暖的基底 是長成現在這樣 所以在這個大的前提之下 我覺得我們可以往前再來思索一件事情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進入 我自己所認識的暖暖 以及我們在暖暖的時間 我們在暖暖跟暖暖 入網的關係 你們之前上課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就是你為什麼會喜歡悟到 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沒有 喜歡悟到的人通常都喜歡走路對不對 那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喜歡走路 可以比較深入環境 可以比較深入環境 深入什麼環境 你想要看到的任何環境 你想要看到的任何環境 那你開車你也可以深入啊 你騎腳踏車也可以深入啊 非要走路不可 對不對 走路的感覺是什麼 速度快不會好好看 速度快不會好好看 所以你想要經驗一種 慢慢看好好看的過程 為什麼喜歡走路 再多說一點 最輕鬆最自然 最輕鬆最自然 坐著也很輕鬆啊 躺著也很輕鬆啊 你是說最輕鬆的活動 最輕鬆的活動 最輕鬆的活動 還有嗎 為什麼喜歡走路 可以在行走的過程當中思考 可以在行走的過程當中思考 這句話反過頭來問就會是說 當我沒有在行走的時候 我不太容易思考 欸不用笑啊 真的啊 是真的 我現在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都太容易思考 因為我此刻的動能 是在要把這三個小時的課講過了 我的任務是要做完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任務 是這件事 我不太容易思考 走路它創造了一種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情境 它還讓你從你本來的脈絡中跳脫出來 是吧 這件事情非常奢侈喔 我跟各位說 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真想 你上一次 用類似像黨做的方式 停下來跟自己對話 是什麼時候 在笑喔 過去三年來好像沒有過 知道我在說的 我們如何為我們自己創造出一個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情境跟條件 我們如何為自己創造出一種 可以慢速去體驗環境 而這個慢速去體驗環境 的那個環境 其實都是我們平常 用高速經過的環境 這件事情它奢不奢侈 當然奢侈啊 我們現在在這個工業節奏中在生活 我們的速度都是被決定的不是嗎 你真想一下 你連刷牙刷幾分鐘叫做標準 也都是被決定的啊 我們跟孩子講說 你至少要刷三分鐘才叫乾淨啊 他其實刷三下牙刷到還是乾的 就想要去睡覺 我自己認為 人為什麼要走路 為什麼要觀光 為什麼會遷徙 我們排除工具性的理由不談 比方說我為了讓自己更健康 我為了要離開卻讓人討厭的環境 先撇除這種工具性的角度不談 對於自己來說 人之所以要走路 他是為了要在差異中可以分辨自己 在什麼差異中 在環境的差異中 他不斷的在新的環境中 重新辨認自己 當你走在 亂講喔 淡蘭古道的暖冬舊道上 你走了六個小時之後 你回來 你發現你的腳底板特別痛 好像有一種快到腳底肌膜炎發作的感覺 你回過頭來會想的是說 我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我好像大量的經驗到 在步道上的石頭的感覺 那是平常不會感覺到的 走路是為了要創造一個 可以探索自己的情境 就像我們剛剛在說的 他是為了要發展一種對話的可能 他可以發展出一種對話 我過去這一年 一年半當中 我曾經 我應該是說 我好幾次在情緒非常非常 在情緒非常非常滿的情況之下 透過走路 來讓自己中斷 然後走完了之後才發現 喔原來我情緒這麼滿 我就從滿滿我家出發 然後就一路開始走 從滿滿 然後最後走走走走到哪裡 我最後走到 南港站 我走六個小時 我順著基隆哥一直走 我順著基隆哥一直走 然後可以重新跟自己對話 這件事情對現在的我來說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 但它很重要 那是為自己創造出一種新的情境 就像是在做手作跟道理一樣的意思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到底成為了什麼人 所以 很想邀大家 在今天的課之後 或者是這個學期的課之後 回過頭來 重新面對你自己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你如果對於手作步道的興趣是 你以為的ABCD 那很好 但是你願不願意再多想一點點 EFGH 它可能還可以是什麼 你想跟誰對話 你想創造出一種什麼樣的新的關係 而這件事情是在你本來的生活脈絡中 它不曾發生 不允許發生 或你期待它發生 但是條件不足 我舉這個例子給大家 我也常常用這個問題在考 很多不同的人 一個人到底要透過什麼方式 才知道自己 不是被圈養的 一個人要怎麼樣才會知道自己 不是被圈養的 這個問題聽得懂對不對 換言之就是 如果一個人是被圈養的 他自己會知道嗎 我們透過移動 離開了既有的脈絡 到了一個新的脈絡裡 才會有機會回過頭來辨認 本來的脈絡是什麼 對吧 你一定要碰到不同於你的人 你才會有機會回過頭來辨認 我自己是誰 對吧 移動是為了這件事情嗎 他在過程中 他不斷地 辦到新的環境中 所以有機會回過頭來 不斷地練認 我自己所處的環境 我才發現我自己是誰 你知道在心理學裡面 一直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小實驗 在發展心理學裡面 叫做Root Test 叫燕織測驗 有沒有聽過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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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們家裡有養狗,我們去試一下 那就代表他沒有自己的概念 他沒有self 但人有啊 可是人的self的概念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 這個非常神奇喔 你透過神學也不一定有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是一出生的小 baby 他會知道self 不會,他完全不會知道 他不會知道自己是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小朋友放在鏡子前面 有一些小朋友發展階段 還沒到自我辨識自我認同的時候 他會對著鏡子裡的小朋友說話 跟他講話啊,跟他玩啊 那什麼時候會長出self 這個root test 就是這個醃漬測驗到後來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他到最後發展出一個東西叫做鏡像理論 但回過頭來再說的還是一件事情 那他到底怎麼檢查出這個小 baby 自己已經有自我辨識和自我的 知道自己是什麼的能力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那個小 baby 在放到鏡子之前 你用一個口紅在他鼻尖上點一個紅點點 如果他坐在鏡子前面 看到鏡子裡面那個小 baby 鼻子上有一個紅點點 然後他回過頭來摸自己的鼻子 想要確定那是什麼 你就知道 他已經知道鏡子裡面那個是他的 沒有人有辦法解釋這到底怎麼長出來的 但我是說 終究 他要知道他自己 必須透過有一面鏡子 所以我們都是在跟人跟人之間的差異中 分辨認自己 確認自己是誰 走路面上 你要如何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被圈養著的 最簡單的方式 也是走路 你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 最邊緣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被圈養的 你如果是一隻被圈養的牛 你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一路走走走走走 跨過兩個山頭之後 你到最後發現 怎麼有一個藏人攔住我 你就會發現 哇 原來我是被圈養的 到了那個時候 他就要有一個新的決定 這隻牛 我要繼續留在這個邊界裡面 還是我要放出去 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什麼 一路走 這個是比喻 但是其實是在說 如果你只要願意不斷的走 某種程度 你其實就會不斷的通到 找到你自己的邊界在哪邊 然後你不斷找到自己邊界在哪邊的同時 你就會不斷的有機會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成為一個新的 或者下一個階段要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大概也是在這種過程當中 成為我們自己 我接下來要說的就是 我們在這段過程 時間過程中 我們怎麼 把淡然路往這件事情 串聯起來 前面大家已經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 很細綿密的路往 但是今天我們 我只特別特別講 其中四條路線 這四條路線不是一個觀光指引 而是在告訴大家說 我們心裡面不是本來就存在的這些路線 而是它是在 我們進行各式各樣社區實踐的過程當中 重新分辨了這件事情 有四條 暖暖一直是淡然古道北路的起點 它同時也是中路的起點 看得清楚這個圖嗎 那一條藍色的這一條 是基隆河 基隆河的中游 然後這邊是暖暖古車站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看不清楚 暖暖古車站 正對面就是暖江橋 然後淡然古道的北路 就是從基隆河過暖江橋之後 在基隆河的右岸 然後開始往上游走 這個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淡然古道的中路呢 是從暖暖這一側開始走 然後一路往東式坑的方向去 這個是淡然古道的中路 第三條跟大家說的 是我們這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透過各式各樣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八個箭頭的那個圖的過程 那個是我們自己的時間過程 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發展出了一個叫做暖暖溪散步道的系統 它其實就是順著暖暖溪 然後暖暖溪上游分成西式溪跟東式溪 也就是東式溪跟西式溪會游進入暖暖溪 暖暖溪在最後注入基隆河的中游 暖暖溪散步道 然後最後一條 最不值得說 但是它一定會發生 因為在今年年底以前 這件事情就會完工 是基隆河防汛道路的串聯 它會變成是一個基隆河的自行車道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順著基隆河 有時候是左岸有時候是右岸 然後就一路連通道 暖暖 未來是可以直接從順著基隆河的自行車道 一路就從瑞芳 從新北開始 然後就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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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路騎腳踏車或步行到哪裡 到半時代 非常長 懸長大概應該有六十 六十公里左右 一天可能走得完 但是很累 這個還不能稱之為入網 但是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嘗試開始對剛剛在講的淡然入網這件事情 開始做一點點事情 從我的角度來看 基隆河的河岸 自行車道或防汛道路 然後以及暖暖西山路道 也都應該要視為淡然入網的一部分 這個沒時間講 好 所以 你如果看到這張圖 淡然古道的北路跟中路的起點 為什麼會是在南暖呢 它其實真正應該要說的是 它是過去基隆河河運的終點就在南暖 從河運水運轉陸運也在南暖 反而言之就是 過去可以用各式各樣不同的船隻 在基隆河水流還比較高的時候 可以一路從 甚至從農甲 或者是從汐足 然後一路上塑基隆河 然後到南暖作為終點 然後在那個地方 再從水運改成陸運 然後一路挑貨物 主要是順著淡然古道的中路 就一路進入 往伊蘭的方向前進 所以它是整個北台灣 甚至開蘭的過程 伊蘭開發的過程 是所形成的大陸廣 所以暖暖這個地方 它就會變成非常非常重要 過去在整個淡然古道 慢慢逐漸形成的過程當中 那個時候的暖暖是非常非常複數的 很有錢 我們當時在暖暖其實一直有一個俗驗 那這個俗驗可以講給大家聽 就叫做九萬十八千 九萬十八千一直是暖暖的這個地方 非常老暖暖的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句俗驗 九萬十八千指的是什麼 九萬十八千指的是說 在那個時候暖暖的有錢人很多 有人說這只是一個比喻的數字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 九萬十八千指的是說 財產一萬元以上的總共有九戶 千元以上的有十八戶 這樣講了解 那一萬到底有多少 一千到底有多少 這件事情只能說 在當時在暖暖地區的大宅院 一棟宅子大概就是五百萬 我們回推知道是這個數字 而在同時期的細紙 暖暖已經是九萬十八千 同時期的細紙是七萬二十七千 總的來說暖暖的有錢程度 其實並不亞於細紙 而且在那個時期的暖暖 它所累積的財富 甚至都比現在的基隆還要多 因為基隆開發的比暖暖還要多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到是說 整個北台灣開發的過程 基隆河是關鍵 基隆河的水運上到暖暖來之後 再慢慢轉成陸運 然後開始走出 淡蘭古道的中路和北路 這件事情其實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如果想要了解淡蘭路網 或淡蘭古道的北路跟中路 你就必須也要了解它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透過走毒暖暖這個社區報 我們每一年都會發行個幾期 然後不斷的希望能夠 讓更多暖暖在地人 願意開始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 然後以及這個地方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我們從 左下角工作室成立以來 我們其實沒有間斷的 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甚至這幾年把這個議題 因為我選上市議員 把這個議題帶進市議會 然後才慢慢慢慢稍微得到金融市政府 一點點 真的只有一點點的關注 好 類似像這個也是 這個都是我們在過程中 就是剛剛在講的 淡蘭路網的在地經營 社區報其實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所以包含像社區報這樣子的主題 其實都是在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要了解淡蘭暖 你就到暖暖的古道上走一趟 整個過去暖暖兩三百年來的產業變化 你其實都會在古道上可以看到 包含這個 包含這個是更早以前 在清代的地圖 古地圖 過去在清代的時候還有翻戒 那那個時候有翻戒的時候 的基隆和暖暖 將什麼樣子 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把它放在社區報 讓民眾可以看得懂的語言 然後一路往前進 好我再往下 時間的關係我速度快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慢慢慢慢淡蘭步道 當然主要的是在千里步道 整個二十年來的推動之下 它慢慢從一個社會運動的議題 環境的議題 慢慢慢慢成為在政策上 具有辨識度的工作方向 但是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從 淡蘭古道 如果從淡蘭古道的角度來看 不是國家綠道 從淡蘭古道的角度來看 其實淡蘭古道是分布在北北基 這三個縣市 北北基 這四個縣市 我們到目前為止 對於 基隆市在淡蘭古道這個議題上的著墨 其實還是非常不滿意 這個必須誠實的說 也必須用力的說 每一個縣市首長 對於 渡到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是滿意著 整個基隆市這個社會 和整個社群 對於這件事情 到底重不重視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幾年花最多歷史在 淡蘭古道這議題上 其實是新北 新北是做了很多很多 跟淡蘭古道有關的議題 甚至他都已經直接超過了交通部 甚至超過了交通部觀光局的進程 基本上就是走在交通部的前面 那我們也在地方上 為了要讓淡蘭古道這個議題 有更多的民眾知道 然後我們自己也主動加入了這個系統 然後我們成為淡蘭古道 我們剛剛是同事也是 左下的公路是同事 也是淡蘭古道的資訊站 好 所以 淡蘭古道的北路 我要講 後面前 我速度會拉的更快 要說的其實是說 在淡蘭古道行經的這些過程當中 有哪一些點跟人物跟故事在當中發生 而這件事情都跟我們現在的我們行情相關 你知道今天如果我們去跟一個國中討論 國中校長討論 你願不願意把你的畢業班的孩子 帶到淡蘭古道上走一輪 然後作為孩子們的畢業 可能不到畢業旅行 但是作為見證孩子們畢業的活動 校長一定會說好好好 但你真的問孩子的時候 孩子都會弄弄弄痛 這件事情是為什麼 是因為沒有一個孩子 他自己覺得 他跟這個古道是很危險 就像是你問學生說 為什麼要學歷史 那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怎麼讓步道、古道這件事情 是可以跟現在的我們發生聯繫 這件事情他其實都是在生活中 必須要透過實踐來進行的 我們此刻在做的事情 我自認為就在做這件事 好 淡蘭古道的北路我們剛剛講 從南蘭古車站過一面 然後也就是基隆河的右岸出發 然後一直往北走 其中在這邊會直接碰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景點 我認為也是暖暖人的驕傲之一 就是暖暖胡穴 胡穴也都不細講 只不過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眼睛看得到 在台灣留下兩萬年千年百年以上的 其實它都是一個累積過來的過程 這個暖暖胡穴其實是從早年開始 暖暖在地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開始關注 而且一次兩次三次的 不但跟公共政策 以及跟公共建設進行拉扯 所以才有機會可以保留下的人 各位如果有機會到暖江橋上 往下看這個暖暖的胡穴 你就會發現是說 這些胡穴不但是全台灣 合成胡穴面積最大的地方 然後它更精彩的是 你直接會看到整個基隆河的河谷 如何把當地的地形切成是一個V型峽谷 也因為這樣造就了 以印砂岩作為基礎的胡穴 它到底是怎麼長出來的 這件事情很多人不在意 所以它是不斷的在跟社區經營對話的過程中 被留下來的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大型建設 在過去這20年來甚至25年來 不斷的在地方上進行拉扯 我舉個例子來講 萬瑞快速道路的橋墩 它到底應不應該插在胡穴上面 暖暖老街的平礁道 如果要外移到基隆河上 請問對胡穴該不該有傷害 到底是鐵道外移比較重要 還是胡穴比較重要 它其實馬上就會出現在整個社區當中的辯論 以及張力當中 那我們看到的是過去20幾年來 這個議題算是被手下來了 所以以至於到目前現在 基隆市政府準備要把基隆河盤自行車到冠連冠的時候 它要用懸臂式的步道來進行 就是因為知道胡穴這件事情千萬都不得 然後包含工班到底如何施作等等 都要非常仔細地進行討論 也都是因為過去20幾年來 在社區裡面有非常強的張力 然後在絞技 這些東西才會留下 而此刻我們如果要走淡蘭古道 不管你要走北路還是中路 你勢必就從這個地方做為起點 好這個胡錫說 我只是要再講的是 從這個起點出發 在這個起點上我們看到的景觀人事物 它其實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我們如何使用淡蘭古道 使用胡穴 環境文史生態作為議題 不斷地跟市民跟社區的居民進行對話 好這個都不細說了 暖暖那個地方有一個在地址上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 它就是那個南港段的櫻沙岩 然後一直到連到基隆這邊來 然後成為巴魯向斜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基隆河的中段 以及這個暖暖溪 然後以及甚至東四溪的上游 你都會看到合成的胡穴 主要就是因為有陰沙岩的關係 這個是真的很可愛 你知道 不去西看根本沒有人在乎 反正我們就從橋上過了 20年前的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他們曾經為了要讓更多的人來關心胡穴 他們透過社區遺照 辦了一個有趣的活動 他們就是邀請大朋友小朋友 直接到基隆河的河底 然後呢 去拍照 拍出各式各樣不同胡穴的樣子 然後進行展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展覽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都去很靠近 為了要參加攝影比賽 然後去把胡穴的美給拍了出來 那情感跟聯繫就這樣發生了 中路 中路的話也是一樣 從暖江橋出發 然後一路往東四坑的方向走 我中間列出來這幾個點話 我要先說 路往的在地組織工作 他不一定都能夠用淡蘭古道來進行主軸 但是我們可以讓這條淡蘭古道行經的路上 有哪一些重要的在地特色是可以被彰顯出來的 然後 讓淡蘭古道的路徑 他有現代當代的意義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我這邊是暫時列舉了這幾個點 就快快的講過去讓大家知道 真的有機會希望能夠邀請 你們去走過了對不對 中路 中路耶 中路走過了 中路 中路你們走哪裡 中路 只有走到寮坑 就走暖龍就到 暖龍就到 就走暖龍就到 OK 所以前面這段都沒走過 那你們下次從那邊出發 從那邊開始走 然後一路走清寮坑 其實也沒有真的很遠 你看我們先看到的第一個 會跟現在直接有關的議題 就是暖暖老街 我們用紅色的標明出來 這暖暖老街過去的樣子 是真的非常老 但是後來在民國66年 他經過拓寬的工程就全部打開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暖暖街 你不會看到 任何一點點跟過去9萬18千 相關點的元素 基本上都找得到了 所以你看這個是 這個是 應該也是十幾年前的樣子 現在已經都不是這樣 現在已經都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對對對 麥卡林 在暖暖老街上 我們除了廟品之外 唯一看到的日式建築 就是暖暖街100號 這件事情我們其實是 花了很多力氣去琢磨 然後但是其實 並沒有得到一個 非常好的結果 我們認為是因為 出自於在地方政治裡面的 某一些因素跟考慮 所以市政府其實並沒有接受 我們的提議跟方案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說 如果要讓整個 淡南古道的樣貌 是可以更完整的被看到 現在唯一 有一個重點 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年內 行參考 讓它可以被 更保留下來 或者是更活化 然後甚至可以更串聯起來 這個是暖暖國小的 教職員宿舍 然後這個教職員宿舍 到目前為止 要貌大概就是長這樣 但是它是在暖暖 整個暖暖區裡面 唯一還有日式風格的建築 當然它的年齡 不算非常老 但是 七十年應該也有 七十嗎 對不對 這個屋子有七十歲 這是它現在的樣子 好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個 結果我們在想要了解 想要把暖暖街100號這個 舊的日式宿舍保留下來 同時發現了它的瓦片 它的瓦片裡面主要有這兩種 其中有一種 這個 我先講 這個 川竹式的竹丁竹瓦 這個瓦片 是從哪邊生產呢 松山 松山 日本的松山 日本的松山 台北的松山 當時在松山有一個 專門做網的台灣人 在日式時期 你們上網查一下也查得到 叫做 蔡川竹 然後呢 他們那邊出產 這個OK可以理解 難怪離松山進不進 松山的舊名叫西口 對不對 進不進 其實還算進 順著基隆河都能到 誒 可是這個就非常奇怪 這個也是在現場發現了 蘭陽搖曳出事會社 蘭陽是哪裡 伊蘭陽 如果這個日式宿舍的瓦片 從西口來 從松山來 這個可以理解 對不對 順著基隆河 各種原物料往這邊送 誒 但是我們會看到 在這個宿舍裡 殘留的瓦片當中 竟然有來自伊蘭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跟想像 他當年是不是從 順著安蘭古道移路過來 我不知道 但是非常值得想像 他也好玩 很有趣 那這個當然還帶考證 可問題是這個宿舍本身 到底還能不能保留下來 也要看下一個階段 政策上的變化 好 接下來我再往前講 我們現在把各種不同的議題 希望能夠調動不同的人 透過調動不同的人 他可能是對文史關注 可能對生態關注 等等等 然後到最後最後 他都可以在一個蛋白股 到中路的概念上被串接起來 好 澤珍珠菜 我們現在要講種菜 那我不是 他在2020年兩年前的3月26號 其實在暖暖運動公園被發現 這個暖暖運動公園 也就是在我們在講的 淡蘭古道中路的路徑上 然後呢 這個澤珍珠菜 你們查一下新聞都可以看得到 是被我們在地的居民 蘇慧昭小姐發現的 然後 一往前查之後 就發現這個澤珍珠菜 其實已經在台灣消失了123年 而且台灣僅有的澤珍珠菜的標本 還是當年被植物學家採集走了之後 送到德國去 然後最後德國捐回給台灣 台灣唯一有的標本 是從德國來的 這個澤珍珠菜在台灣消失了123年 但結果沒有想到 就在暖暖運動公園的一處草地上 就這樣被發現 你看怪不怪 長這樣 那 你們都不要問我說 這跟淡蘭古道什麼關係 我要告訴你 關心是我們人創建的 所以 他現在此刻 就是在淡蘭古道中路行經的路線上 他消失了123年 然後最後被發現 好 那個細的答案我們就不講 你們自己去看 但我們後來發現了這件事情之後 非常振奮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找了林業實驗所的中世文博士 然後呢 他們來採集了一些種子 然後拿回去林業實驗所 迅速的把它繁殖出 然後就把它租出來 然後想要準備把它重新種回 滿滿 結果你知道嗎 發現了 結果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結果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在林業實驗所所呼籲出來的那些摺珍珠菜 其實都肌弱不振 所以伴豬都沒有移植回來 還沒有 是還沒有 當中本來要伴活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等等 結果現在發現 在長得最好的摺珍珠菜 是居民自己種的 因為摺珍珠菜發現了之後 就有居民也覺得 難道應該要把它保育下來 所以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 就把它分了幾株回去種 然後種到現在非常非常茂密 後來您問說 那為什麼你可以種得這麼好 然後那個林業實驗所 林務局的林業實驗所 這個中斯文博士 都沒有辦法種到這麼好 原因是什麼 後來搞清楚了 原來居民們就是直接 直接用插枝的方式 就長得非常好 但是中斯文把它想到 然後用種子再重新圍過頭來種 但現在我也不能講說 它種在哪裡 不然到時候又有人到去 又有人到去跑來 緊鄰著暖暖運動公園 旁邊就是暖冬苗土 這個有機會大家也要去 暖冬苗土 作為進入東施坑的入口 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好地方 那我要先講 它跟蛋白骨到什麼關係 關係是自體連的 但是它確實是在這個路徑上 好 暖冬苗土 我們因為在關注到 暖冬苗土內部的某一些問題 所以開始對暖冬苗土有了新的發現 並且從對暖冬苗土有新的發現的開始 對暖暖的生態也有新的認識 這些事情是全部在一起發生的 所以我要說它有一點點像是無心插流流成一 但是實際上是我們都在一個對的道路上方向走 所以呢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相關的 這個元素跟議題很自然的就會聚合成 是一個我認為是淡然路網可以聯繫起來的議題 這個暖冬苗土 我們從這個議題開始 我自己本身是念人文社會科學的人 我念心理系 然後助人專業出身非常久 然後同時我從失勞工運動 我對於生態議題完全不熟悉 完完全全不熟悉 從零開始摸 一開始實際的民眾先來澄清說 為什麼暖冬苗土裡面 做了一個這麼大的塵沙池 我們想說塵沙池有什麼不對嗎 不懂完全不懂 不懂工程 你們在座有人懂水寶 有嗎 有人懂工程嗎 我完全不懂 後來就從這個塵沙池開始 我們一路往前探索 到底人為的設施或建設 它到底跟生態之間 要用什麼樣的政策工具 來取得某一種平衡 這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 就像是說 如果今天有人邀請你說 來來來我們這邊很需要一條手做步道 你覺得你就能去做嗎 顯然不是 對你來說 仍然還是要有一個標準 想像的是什麼 人為設施跟生態之間到底是不關 所以我們從這個議題開始 就來開始去摸索 到底什麼叫做生態檢核 細節就不說 如何發展出一種 對環境更友善的人工設施這件事情 塵沙池如果是必要的 但是這個塵沙池如何讓 讓 對於在生態熱點中的環境 可以得到最小的衝擊 我們都非常清楚知道 像剛剛這個塵沙池 如果有一隻 有一隻山腔或穿山腳掉進去 大概就是都出過來 甚至就直接淹死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了其他各式各樣不同的案例 然後等等 然後回過頭來 然後最後最後他們做了一個這個 我們還是郭滿意 好重點是 在跟基隆市政府炒架炒這件事情的同時 我們也一併要求說 那可不可以針對滿東苗埔的生態 進行做一些基本的基礎的調查 在當時的產發處處長 其實是非常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使用了議會議員的身份 不斷的往前去逼 逼到最後產發處處長 回過頭去說服了府內的公務人員 免為其難的做了 暖東苗埔的生態調查 你們記得剛剛地圖上那個點嗎 等一下你看你就知道 暖東苗埔距離民宅 其實五十公尺不到 最近的民宅五十公尺不到 所以對於政府的公務人員來說 那邊哪會有什麼生態可言 結果你看看到了這些東西 生態調查一座馬上就會看到 山腔、石屑萌、射槍貓都在那邊 那這件事情也回過頭來再證明了 暖暖作為一個生態多樣性的 挪亞方舟的事實 它就是基隆河中有的生態起點 同時也是都市化 臺北都市化的終點 OK 你可以看 這份2009年開的 有沒有聽過三腔叫 沒有 我常常被三腔吵醒 那三腔像狗叫一樣 有沒有聽過 我們家都坐在旁邊 那石屑萌 石屑萌也是在生態級別裡面 比較高的保育瑞峰 設想狗也是夜行星 好 再下一個點 手作步道 這個就不細說了 我們看過圖片就好 我們等一下讓大家修行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跟千里步道合作 然後 一起往前推動 我們在 暖東峽谷裡面 也試做了手作步道 在理念上我們毫無疑問 會認同 水泥步道靈成長 天然步道 自然步道靈損失的概念 但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能夠在生活中 開始使用這個行動 跟更多的市民進行對話 你可以知道 我們大部分的市民都是選擇把 步道視為是一種休閒 但是這個休閒本身 如果它因為水泥步道 而跟休閒本來的概念 有矛盾跟衝突的時候 那這個休閒還是不是休閒 這件事情其實就會值得討論 所以我剛剛是在說 我們可以把手作步道 視為一個你個人的實踐 某種信念的實踐跟行動 但它同時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面向 像是我如何跟更多的人進行對話 透過這個行動 跟更多的人進行對話 所以我們後來發行了社區報 然後一樣也把這個議題 試著要在社區裡面發展出更多的溝通 跟可能 這個就不細看 我們之前沒有發過這個社區報 好 中路的部分 在一個老聊坑 我們就是用投影片看過就好 但回過頭來就要想 我們剛剛在講的這些議題 其實都是我們嘗試著發展各種不同的議題 然後並且組織不同的人 然後發展出不同的聯繫跟關係 這些東西到最後都有可能可以串連在一個 串連在一個 串連路網的概念中 但它不等於會帶來地方創生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只能做到一件事情是 如何讓人進入這個網絡中 他可以找到或發現一個新的自己 這件事情 如此 他會願意走進這個系統和步道網路中 然後重新回過頭來想 暖暖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我跟各位說 暖暖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 剛剛講說 它是生態多樣性的挪亞方舟 你知道暖暖區的總人口 暖暖區喔 暖暖區的總人口 也不過才三萬八千人 非常非常少 可是你知道在這樣一個小的地方裡面 社區裡面其實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張力 一直持續都存在的 就是 這個小鎮它到底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你知道我們過去 你不管你住在哪裡 你光是想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 對不對 我怎麼沒仔細想過這件事 我們大概把我們的小鎮 把你居住的空間都交給了 你投票的對象來處理這件事 對不對 比方說市長 他可以來決定你的居住環境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你從來都沒有一種機會 所以我們作為社區居民可以彼此討論 我們想要我們的這個領或這個區長成什麼樣子 對吧 這種機制向來沒有過 手做步道可以啊 我們一群人來討論等一下這個步道要做成什麼樣子 這是可以討論的 他是民主 他是民主跟專業並行的 但我們現實生活中是不太有這種空間跟機會 這種討論的空間從來沒有過 而我要說 在暖暖就會經常發生類似像這樣子的差異跟衝突 那種衝突不一定是在現實中 人跟人之間的衝突 但你會知道是說是在價值上的差異 暖暖它到底應不應該變成跟台北一樣 這個是所有所有人都難以回答的問題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暖暖是好山黃水 我來這邊住就是因為它跟台北不一樣 然後剛剛講生態重要性對不對 我搬到暖暖來住的第一天 的晚上 東西都還沒打包成理好 太累了就去睡了 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 打開窗戶那一刻 我心裡面就想 我來這個地方 搬來這個地方就真的搬對了 因為一打開窗戶的感覺 就覺得我去森林小木屋度假的感覺 我呼吸到的風氣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不是想說常常被三槍吵醒等等 類似像這樣 很多人是因為暖暖的好山好水 和好環境所以搬過來住 包括好水質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 心裡面還有一個小魔鬼的存在 就是希望為什麼暖暖的房價永遠都長不起來 所以當有各式非常大型建設的時候 到底我該歡迎他還是不該歡迎他 這件事情在暖暖其實一直是沒有辦法 真正好好坐下來被大家討論 好 老聊坑 這個我們就不說了 總之就是一個 你們前面如果都有聽到一些基本的文史 資料我們就不講了 有梅 有樟腦 然後有香菇 有大金 所以只要 淡安古道的中路 你好好走過一趟 你大概就會知道 整個暖暖過去200多年 300年來的發展 包含產業史 會知道 這個我們就不信說了 這王國文 王老師你們都見過了 茶葉整體也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 喝的貓空的茶 南港的茶葉 其實都是從 暖暖這邊一路發展過去的 過去暖暖的農業 賺錢的就是茶葉跟大廳 但後來也都擬不過礦業了 去古道走一趟 有時候也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風箱 風箱 類似像這樣 沒人講就知道 在這裡往前 分別你會發現 喔原來這裡當時被中的風箱 是為了淡暖香菇的需求 好 好 來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 後面繼續往下一段 我跟你們說 剛剛那個 那個淩暖先離開之前 跟我說 他說 欸你今天講課怎麼會講成這樣 我說怎樣 他說 我感覺不到你的熱情 我說 我說我累了 但是我剛剛後來自己反省一下 在下課時間我反省一下 對 確實 我確實今天上課沒有太 太調動情 一個熱情來的是什麼 是 我其實今天真正想講的都不是這幾個 我說真的 但我今天準備的東西 是為了要讓這堂課可以往前進行 可是我真正想要講的是什麼 我花三空講一點點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回 再回我本來準備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真正想想講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地方上推先離步道的過程中 不是推先步道 推帶來步道的過程中 推各種不同步道的過程中 會讓我真正有十足動力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這個步道到底如何開闢 不是這個步道到底通往哪裡 不是這個步道過去到底有哪些故事 不是 它當然對我來說重要 我也喜歡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我真正真正會一直推動著往前 使我身上有一種 嗯 使命 你說什麼使命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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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可能類似於使命 是什麼 是 我有一種不服氣 那個不服氣是什麼 我講給你們聽 當你如果知道 基隆市政府是如何在編排它的預算 當你知道基隆市政府編排預算的邏輯 是對於現在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是完全不在乎的時候 我會非常非常不高興 我不服氣這件事情是說 OK 我只是一個市議員 我只能監督你 但是我沒有行政權 我只能告訴你 淡滿古道這件事情是意味著什麼 可是要做不做還是在它 我這樣講大家了解 那這件事情就會往前回過頭來問啊 當我們再更細的往前說 那為什麼基隆市的步道都是 總是標準化的 往水泥化的方向在進行工作 你就會知道 後面在整個行政部門 有一個很根本的邏輯 這個邏輯是萬言不動 而且你沒有辦法挑戰的事情 我對這件事情 我會感覺到 不開心 覺得應該要往前推進 應該要往前挑戰 他沒有對錯問題 但是就會知道是說 我如果認真的過生活 包括我認真的走路 包括我認真的希望 淡滿古道有機會 可以成為大家撞油的場景 我認真的想要推進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跟現有生活的 主流的遊戲規則 有太多太多衝突的地方 當整個社會要移壞的時候 你們這些搞步道的人 為什麼要賣 各位我這樣講 你知道的意思嗎 當我們的政治是要說 要有一個快速的立即建設出來 以達到這政治成果 以及拿到選票 這都不是人對錯的問題 這是遊戲規則的問題 但你們這群人 卻說不要選移壞 我面對的是這個 然後真正真正讓我有動能的 也是這個 就我非要用這件事情 一路往前推 我碰不到誰 我就跟他開始討論這件事 然後一路有機會 讓這件事情是可以被更多人理解 但他不一定要接受這種關係 我心裏面在意的是這件事 難不難 我覺得好難好難 我覺得好難好難 你知道我認識周勝欣 非常多年 在我運動還很年輕的時候 當一開始從黃沐熊老師 開始準備要往前推 千里布道這個概念跟議題的時候 我就已經認識他們了 甚至我的爸爸也都跟他們非常要熟 你知道我看到的其實是 有一種共同的概念跟實踐模式是什麼 是這件事情 只要我踏實的往前推進 我會碰到各種不同的價值跟 跟生活模式 是需要不斷的討論跟拉扯還有對話 它其實就已經是一種革命 我必須這麼說 對話上面跟我講完了 我其實只是要 我其實只不過就是 一下流感而發 然後我確實 確實在這件事情上 我的熱情不是在 剛剛在講的文史生態本身 文史生態本身它很重要 但是我是往前碰觸之後 才會發現到說 哦 原來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 地景地貌長成這個樣子 後面是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遊戲 在進行的 你們真的有機會 願意的話 特別你住暖暖的人 你只要跟我走一趟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暖暖西山步道 你只要跟我講 走一趟 我就會讓你看到地方政治最醜陋的東西 是怎麼再決定我們環境長成這樣 我說真的 但是我今天講的都是美好的 所以李宇軒說我的熱情 對沒錯 我告訴你我的熱情是在 面對剛剛在講的地方政治所帶來的醜陋 跟不堪的東西 我怎麼往前去對話 跟解決這些問題 我講這個問題就好 你們有機會你們自己去走一趟 暖暖西注入基隆河的交會口 那是一條橋 叫做什麼橋 暖暖橋 很多暖暖人自己都不知道暖暖橋在哪裡 就像很多巴渡人不知道巴渡山在哪裡 很多基隆人不知道基隆山在哪裡 一樣的問題 這個當然我們不細講 但我要講重點是 你如果站在暖暖橋 從那邊開始 一路順著暖暖西一路往下走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就好 暖暖西一路往上游走 然後再順著東施西 一路往 一路往這個 阿波波村暖東峽谷 一路往這個方向走 從這邊一路到阿波波村 三公里 步行走三公里 你知道有多少個 藍河宴都橫更在西流當中嗎 當你數的中有幾個藍河宴都橫更在西流當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條河宴怎麼死掉了 然後你再往前研究你就會發現 這些藍河宴都是在二十幾年前 省政府時期的野溪整治計畫裡面 各式各樣大大小小不同的工程款 一路往下發包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讓一條河宴自行 你如果再慢慢走你就會發現 一條暖暖西 它根本不配稱之為西 它是暖暖溝 因為兩側完全被水泥化 單側 特別是一個單側 完全被水泥化 一旦水泥化的溪流 它的生態會變成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前幾年還有機會在暖暖溝 直接看到淬條 我超高興的 你知道嗎 因為淬條是在河的兩岸 左岸右岸左岸右岸這樣子跑的 我想說有一岸都已經死了 你還往那邊去 那我要說的是 可是這些東西它是某一種貢業 它是在地方政治歷史中的貢業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藍河宴 說到最後不是為了河川 也不是為了人類 藍河宴的目的其實是為什麼 過去藍河宴的目的是為了要取水 所以現在在暖暖西上唯一一條 我認為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藍河宴是什麼 是在棒浦間在日治時代做的那條藍河宴 它是為了要取水拉到棒浦間裡面 然後進入到進水場裡面去 它是為了取水做的藍河宴 後面往下做的藍河宴幾乎都是為了景觀這件事情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景觀 為了要水一攔 這邊就會有一個超大河面境面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一棟的社區大家就很開心 我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整條暖暖西流浴面對的都是這個 我這樣講是不是比較熱情一點 但我要說的是說 我要說的是說 這件事情是讓人難過的事 然後而且我再暖暖 這些時間下來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所在 你知道要把已經水泥化的河岸空間改成是去水泥化 這件事情比登天還要難你知道嗎 你一旦要去水泥化你知道會有多少人到處來反對嗎 他反對不一定是真的他反對 而是因為他不理解 但是水泥一旦包下去 一百年都不會被 我們最近在談有關 基隆市海岸線的水泥化 嚴不嚴重 我們在座住基隆的人 住台北的沒有海那就算了 台北市的沒有海 但我是說你住基隆的人 基隆市的自然海岸線 你知道剩下百分之多少嗎 基隆市的自然海岸線只剩下百分之十三不到 那其他都全部水泥化 那水泥化我們也都知道怎麼一回事 那怎麼辦呢 下一個階段邪惡苦力發電廠再天還照路 那又會再去掉一段 好吧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動能可能比較是在那 我的熱情可能比較是在那裡 可是面對這些事情 我們如果有機會建構出一種好的網絡 好的情境 讓人願意進入之後 他找到一個法門 可以更對環境有感覺 他或許一百個人裡面會有三個人 五個人 跟我們開始一起關注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講了 可能不太有熱情 但是我把它講了 好 來 我們如果 不過這個是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團團 我最喜歡帶個導覽 不是文史導覽 不是生態導覽 當然我都會帶 但我這群人帶的是政治導覽 你們保證沒聽過政治導覽 對不對 欸 走走走走到這邊 欸為什麼這邊有沒有工程 我就解釋給你聽 再走走走走到這邊 為什麼這邊在幹嘛 我也可以解釋給你聽 你生活的周遭環境 一點一滴是怎麼被改變 而且改變完了之後 30年不會再改變 我舉個例子 欸這個又 你知道 我們過去幾年有在處理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後來解決了 但是在解決之前其實發生了一些爭議 是什麼 在也是在那段的某個地方 有議員 那時候我還不是議員 有議員要幫小朋友做一個 罐頭郵具設施 OK 找了一塊地 里長也說好 社區發財協會也說好 市政府也說好 經費也都OK沒有問題 結果呢 施工的方式是什麼 是直接把那塊地上面 全部鋪滿水泥 然後就讓那個 那個罐頭郵具就直接插上去 這件事情 有沒有人注意到 非常少 後來唯一有一到兩個人來跟我反應 這一到兩個人 他剛好就是野鳥學會的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百個人裡面有三個人 你知道他在意的是什麼 他在意的是說 那邊那塊區域 是經常初夏的時候 會有泥火蟲的地方 他不應該這樣子弄 那魚畫出來要多久的時間 慘啊 一直慘 魚畫從土裡面要出來 多久 至少要青年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他還是小貝比的時候 他在土裡 來 青年過後 他往上爬 他出不來 水泥花就是這個問題啊 是嗎 沒有人說水泥不應該存在 而是說這件事情 他在做之前 他該不該發展出一種 對生態更友善的方式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我們此刻為什麼在說 手作步道它重要 水泥步道零成長重要 水泥很重要啊 在生活中 但我們同時也會知道 他的排碳量是高的 然後我們同時也會知道 他對環境影響是大 而且他相對不可逆 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 我們放慢速度 再把問題想得更清楚 你知道 在現實中不允許 現實中有太多太多這種不允許 所以我經常會是 所以我一直從 憤青活到憤中 再從憤中變憤老 就這麼合適 來 來 來 我們講一點美好的事情 好啦 我都快要把他講完 讓大家回去睡覺 來 你看我們 暖暖西散步道 是我們 這幾年一路往前 練習發展出來的一種 步道方案 這個步道方案 也是為了要能夠去騙更多的居民 願意出來好好的走路 所以呢 這個案子 我們從 暖暖西散步 從暖暖西散步道的頭開始 然後一路最後走到西式水庫 順著暖暖西一路往上游走 然後再順到西式溪 然後還會有一條插路的小徑 走到 漆土跟暖暖的交界 我們在那邊會設置了一個折染平台 然後透過這種方式 讓那個散步道是可以跟環境整個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 就快快給大家看 龜台是交會口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 我們透過社區規劃師的資源 然後跟在地區民共同發展出來的 基隆市這幾年是非常運氣很好 就是有非常好的專業團隊 願意進駐來跟社區共同陪伴一起發展 所以我們有機會可以發展出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回到我們剛剛最前面開始看到的第一張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那個彩繪的那一張 跟這個 前後差六年了 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人跟環境跟社區跟政策跟預算跟政治之間 它勢必是要發展出一種新的遊戲規則 而不是再像過去 二十五年前的野西整治 所留下來的遺毒 到現在為止不但沒有消失 它還會再往下二十五年 就像我剛剛在講的水泥花這個問題一樣 好 這個是龜台 然後我們 反正就 跟著社會室的團隊 在他們的協助之下 然後 一路做了一些東西 再往下一個點 幫苦間 這個你們也都沒去過對不對 有人有人沒去過 幫苦間 我們也在幫苦間做了一個點 然後但是呢 其實就是透過各個不同小點的營造 然後讓暖暖C散步到是可以被建構起來 全長也大概兩公里多 是一個非常非常舒服的散步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幫苦間也在暖暖 這是幫苦間早期的樣子 這邊這個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我認為暖暖C上唯一 合情合理合法的藍合眼就是只有這一條 你知道在日治時期的藍合眼 你們下次有機會到現場看 這個角落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它竟然是魚梯喔 竟然是魚梯 魚梯 魚梯 一百 魚啊 魚要上碩的 魚梯 一百二十年前的日本人 他們在做這個藍合眼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結合這個地方的石頭 然後做出一個魚梯讓魚往上來 可是呢 你會心碎的是什麼 這個藍合眼再往上一個藍合眼 當然就是我認為 不合情不合理 但是合法的藍合眼 那個藍合眼也有魚梯 那是依照法令的規定做出來的 但是那個魚梯 魚 爬不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到 這條河川的生態 會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條河川被不同的藍合眼 一路結成好幾段 風水騎的時候沒問題 一旦它會哭水騎的時候 就大家死一個 會非常非常辛苦 好 來 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機會你們去現場看 這個是早期的幫皮肩的樣子 那因為已經120歲了 到現在我已經沒有在使用 然後裡面還存著 當年德國進口的秋水機 不過都已經不能使用了 好 這個是它 外觀的建築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窗花 你看現在 現在的這個幫皮肩它是平頂的 但是以前的幫皮肩是斜頂的 我們就讓它可以補金對照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窗花看到 現在幫皮肩的樣子 盡量是這個參與夜間的樣子 盡量是這個參與夜間的樣子 所以那主要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 暖暖區的居民過去針對 這台水公司在地方上的某一些作為 有清楚的發展出了一種公民運動 在表示反對跟抗議 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開始學習 作為一個國營事業 不能夠用老大心態在地方上生存 它必須要跟居民發展出一種聯繫 那所以包含這個幫皮肩 120歲 然後他們使用某一些光雕的方式 讓地方的認同 有機會可以慢慢在一起升溫 這件事情是我們共同推進的 所以簡單來說 到底我們在做這些網絡的串聯 說到底某種程度 它發生最直接的效益是 有越來越多的在地認同 是在這種過程當中 慢慢形塑出來的 下一個點幫我們直接 再往吸池水過方向走 叫希望森林 希望森林有聽過嗎 有聽過 好 希望森林是2016年自來水公司 他為了要興建物料倉庫 所以無預警的把一片綠地 全部就移為平地 在那個過程當中引發社區嘩然 然後所以簡單來講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那一塊 那一塊 2016年的時候 就是一片就突然被 剃掉了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片大不大 看起來蠻大的 對不對 他為了要蓋不掉倉庫 所以就趁著 2016年的9月29日 就教室節過後 然後一個颱風天的夜舞 他就突然把這片兩公頃的綠地 就全部滑掉 第二天找居民起來散步 颱風波的居民起來散步 然後我就說 嗯?這邊到底怎麼了? 就像被鬼剃頭一樣 就是 突然就一片就 就 就變成黃色 大家就開始一輪紛紛在問 來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你家 你會去問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欸 其實他怎麼這樣呢 旁邊的人這樣 欸 我不知道欸 然後大家就摸摸鼻子 回家繼續吃早餐 早上出來散步 對吧 欸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 剛好就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六十 那個時候他剛好六十歲 然後得癌症 退休 提早退休 然後在家裡治療 就一天到晚去水滴散步走路 然後那個時候他剛好學會 怎麼用臉書 他就在現場 把照片拍下來 然後就撲在臉書上 然後這件事情在普通上 就大家開始 議論紛紛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竟然就變成了一個 從網路上的運動 然後變到是在現實中的運動 從網路中的運動是什麼 就開始有地方人士發起說 應該要要求這台水公司 把訴訟回去 哇 這口號一喊出來了之後 在現實世界裡面 就開始發生帶動的作用 你看 這塊面積 如果你用空拍機來看 是真的還不曉得 這個就是整個鳥看暖暖 然後這邊是東是溪 然後這邊是西是溪 兩邊會流起來變成暖暖溪 然後你看這邊有沒有點白白漂亮 那個是什麼 西是水庫 那個就是西是水庫的水面 所以當時這塊面積大不大呢 還不小 旁邊這邊是暖溪國小 暖溪國小的操場 然後這邊是教室演習中心 所以整個看起來 其實還不算小 就整個一次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沒時間到我就不吸收 然後 反正就 他現在 他現在變成綠 他現在變成是希望生靈 這件事情就變成是 居民大家都在罵 狂罵成一團 所以你看之前是 有水源地那邊是有綠色隧道的 結果後來被 有一半就突然不見了 大家非常大不高興 那這件事情 就需要有人組織 然後呢 我們就跳下來幫忙協助組織大家 然後把這個東西回過頭來 變成是在公路門的政策中進行對話 搞清楚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後來就變成 在屍體中就變成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就是你看這邊行 捍衛暖暖暖水原地 拒絕 拒建倉庫還暖暖暖樹林之類的 把書撞回去 後來自來水公司 知道他們做錯事了 自來水公司的董事長 就跑到基隆市 在基隆市政府裡面開了一個基礎會 跟基隆的人道歉 說他們做得不好 他們是為了要蓋倉庫 多了多了多了 但是他們很道歉 但道歉完了之後 有沒有把書送回去 還是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們後來就在討論了之後 讓這個議題就轉向成 變成是說 那既然自然所公司 你不送回去 那我們自己走 所以你們接下來會碰到的那位李正仁老師 就是接下來帶你們走讀的 對不對 李正仁老師 透過他幫我們找到兩千株 原生種的樹種 台灣原生種的樹種 然後我們就用了一個上網 號召了大概三百多個居民 以拿到你再電人為主 然後就一次把樹全部都送回去 就這樣 這件事情在冷暖在地 一樣引起了大家的爭論 什麼爭論呢 有居民 這個是真的 有居民告訴我說 你怎麼可以在上面種樹 那是你的土地嗎 我想想 對阿 也不是我 那我可以種嗎 真的換著你 你覺得你要不要種 你知道嗎 在種樹的當天 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邀請大家來種樹 九點鐘要大家來種樹 六點鐘 正恩水公司就到現場 訂了牌子 說這個是他的property 這個是他的財產 任何人都不可以動 六點鐘就會訂牌子 然後八點鐘活動前一個小時 三分距離 他說完蛋了 那個我們兩千株樹苗 還藏在旁邊樹叢裡 如果都沒有居民要來參加 我們幾個十個職工 我們自己種到死啊 結果你知道 就雨下了下了 結果就停了 然後就放棄了 那所以你看這個低度還是濕的 對不對 就遠遠來 就來了一組家庭 爸爸媽媽帶了一個小孩 小朋友還拎著一個小塑膠水桶 第一組就進場 我心想 太好了 結果時間一路往下推演 從第一組家庭到第二組家庭 然後就來了三百個 而且隱暗暖在電局裡面 我們就把那兩千顆給中了 2016年中 2016年十月底中 我們從九月底開始協調 跟自愛情公司協調到十月底 到他們來道歉他們還是不中 最後我們自己中 這個是我們在暖暖區發動的一場 非常關鍵的公民運動 那一個中頭 哪一個中頭 就是他們都已經在那邊立入禁止 都已經跟你們 那為什麼一個家庭 就是 那麼多 現在的家庭來然後就不敢中了嗎 沒有啊 就是進來了以後 大家就進來中了 他也不敢 他其實不敢 他其實不敢 明粹 這導演不是明粹 應該是說 整個社區的氛圍 社區裡面的氛圍 大家覺得就是 樹就是要撞回去 因為水源地之餘 很多在地人來說 是非常非常多年的記憶 所以自愛情公司看得到社區的力量 看得到社區的聲音才不敢 我認為 我認為 包含現場的警察也是 對 我想說 你這種不公權力在那邊 他們都來了 怎麼會不及不及你 好 然後 我們就再往下講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陸陸續續 大家會有些公民意識開始在發展 那 所以 種下去樹之後 就 小樹苗很容易被雜草 給蓋掉 所以我們偶爾會進去 幫忙整理一下場地 當然那裡還是自愛情公司的場地 但是我們一直維持一種習慣 就是盡量進場去整理 然後到整理到最後就會變成是 變成是默認 所以你看我們看到 我們後來再慢慢就在那裡 辦了一些小型的活動 比方說我們 教大家來認識野菜 然後等等等等 然後教大家做 用裡面的野菜 來做超阿貴 之類的 然後在裡面整理牆地 這個是做超阿貴 然後我們還出了一本會 叫做希望生理 在講這個社區運動裡面的故事 細節就不說了 那當然現在目前為止 自來水公司 仍然有才在規劃 跟在想 在那個地方可以怎麼 那塊土地 他們打算怎麼使用 你還在進行這種 其實我要講 在希望生理這個議題裡面 確確實實會碰到 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 那我要說 不會是每一個人都有一樣的想法 我們也不太可能是在一個 大家共同討論之後 很明確的有一個 所有人的共識就有錢 它其實就是一個 覺得應該要把訴訟回去的議題 就這樣以前的推進 推進的過程中 邊走邊調整 所以確實 在這件事情裡面 確實有 有里長 直接告訴我說 你應該 反對沒有問題 但是你應該 裝裝樣子就好 反對完了之後 你拿到你該拿的 這件事情就讓它結束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如果讓倉庫可以在那邊興建 至少可以增加暖暖 一點點就業經費 我這樣想聽 所以說到底 還是一個很根本的概念 就是說 當我們在講地方發展 這件事情的時候 到底那是什麼概念 地方發展這件事情 它是為什麼 可以用什麼方向來 進行對話跟討論 這很難喔 這非常非常難 再往前 就是到西式水庫 西式水庫都應該進去用 有嗎 我就快快說 這個其實我們看完就好 那只是要跟大家特別講 是說 西式水庫 作為暖暖溪 散步到裡面 中間的一個點 然後它當然也會算在整個大的 算在整個大的 我認為的淡暖路網當中的一部分 因為你如果用流域的概念來看 從基隆河然後到水路轉陸陸 然後淡水 那個暖暖溪 然後暖暖溪 然後暖暖溪上來在西式西東之西 基本上都算了 好 這個看過我們就不說 但是你如果還沒有去那邊看過的人 我覺得應該要去看一看 你不只是去看 你還應該真的應該去摸一下那個壩體 你這輩子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機會去摸到一個水壩的壩體 但是這邊你直接走路過處就可以摸得到 這個水庫到目前為止 其實今年已經97歲 從完工來開始算 他97歲 再過三年到四年 他就會滿100歲 我們也在想怎麼樣幫西式水庫 辦一場百歲的慶生活動 但是真正的關鍵不在他幾歲 而是在於是說 從日本人新建了這個水庫之後 幾乎到目前為止 國民政府接收完之後 幾乎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維修 從來沒有 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 他有清淤 這個是確定的 但是呢 水庫霸體本身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維修 就是可以足足用100年 而且現在還在實用中 他的歷史地位就會是 他是全台灣第一座民生用的水庫 然後我們後來往前問了一些文實工作者 當然這個也可以再去驗證或考察 他為什麼這麼堅固 不只是在工法上 日本人特別考究 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是 他的材料的組成 非常高高 水泥的材料基本上是 他們是用萬米的沙 然後再加頭前溪的石頭 然後再用暖暖溪的水 做出來 那 為了要讓整個水泥的凝固更有效率 所以他們為了做這個水壩 還特別在暖暖先做了設置冰場 OK 為了要讓溫度的控制 可以讓水泥凝固的更影響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水庫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使用中 其實是蠻特別的 這也算是暖暖人的驕傲 但你知道 在西式水庫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回到人跟環境的關係 他終究要在練習對話的議論中得到一個結論 很多人主張 西式水庫它應該要開放 可以成為休憩的景點 這件事情在社區裡面也出現兩極的反應 有人覺得說它應該要開放 有人 然後為暖暖帶來更多觀光的收入 我這樣想聽懂 還是回到原來那個國際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沒有調查過比例 認為這個地方它就是水源保護群 它不應該開放 而且它應該就是維持 盡量維持100年以來的樣子 那這件事情到最後就會變成是 居民們如果沒有機會坐下來好好討論 並且在對等的資訊之下 形成共識的時候 它很容易到最後 就一樣是正式決定 我這樣講大家明白 對不對 就是你選出來的人幫你做的決定 來 南暖溪散步道 我最後講一個點 這個點稍微偏出來一點點 在這邊 你們看 南暖溪往上游收到西式水庫 這邊有一個西式水庫 旁邊這邊還有一個小的水體 這個水體是什麼 是叫做翠虎 也在南暖溪 他在八股山的旁邊 我們住在南暖溪的人不知道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 或者是 林大暖溪你知道嗎 是 你知道在哪裡 是在基隆中泉的那個 他以前有一個名字叫省中 是在基隆中泉的旁邊 但是後來因為整個 那個南暖交友道的開閉 所以把它跟省中切開了 就是變成兩邊 我要講 我們 其實是 不斷的透過關注 各式各樣社區裡面的公共議題 然後讓不同的 關注不同的人的議題 是有機會可以集結 而這種 比方說 有人關注森榻 所以他會出來種樹 有人關注文史 所以他會喜歡磅土間 有的人喜歡 西式水庫的氛圍 所以會常常到這邊散步 等等 這些人 有機會都是可以發展成 是一種跟我們此刻主張的 手作悟道的概念對話 但是怎麼樣更有效的 把這些人可以組織起來 他到最後 我所謂的組織並不是要成立一個協會 而是說他可以形成是一種 在價值上的連帶 然後 可以一到往前 跟我們推動這個社會 會有一些改變 那 淡藍的 入網 我一直認為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他可能就像現在我們在講的網路一樣 但是淡藍的入網也可以是 脆弦這件事情也非常特別 但也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 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件事 我們經常會接到電話來告訴我們說 他們發現脆弦如何如何 這個議題快快講完就好 這個土地過去是省中的土地 然後 基隆中學的土地 但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有一些特殊的手法 他就由公轉私 然後變成流到私人的手上 最後最後留到誰的手上呢 我們知道他最後最後留到華龍集團的手上 華龍集團當時的負責人 現在已經死了 前幾年死了 翁大明 我們年紀稍微有一點的人會知道 那 翁大明 翁大明用了翠湖這一塊土地 然後呢 等於是從左手賣給右手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掏空 那個 他那個人獸叫什麼 國華人獸 OK 所以後來國華人獸 反正在財務上出了問題 然後 最後就是 就整個結散 然後土地又再次釋放出來 然後流到現在的地主手上 那我要講 翠湖在2005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是 他被不明人士清倒了4000噸的廢棄物 4000噸的廢棄物多還是少 多 但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4000噸的垃圾倒在那個地方 竟然沒有任何一個警察 知道這件事 換言之其實他們都知道 我這樣想要講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一個 沒有 就是公權力根本沒有辦法抓到 到底是誰倒的 4000噸垃圾 你知道要多少台車次的卡車 進去到底 非常非常多 而這件事情 竟然地方警政在問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你就知道 沒有 他們都知道 但是不知道 這種問題其實在基隆仍然在發生啊 你不要以為沒有喔 你不要以為沒有 來我們在座基隆了 你回想一下 前不久是有一個案子 我們現在也在想要了解 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就是剛整條砲台那邊 有發生山崩 大家知道嗎 那崩下來那一塊 其實就是回收業者在做的 那怎麼會一大塊崩下來呢 那崩下來的到底是什麼 這麼大量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OK 這個問題非常大多 好 然後 2017年地主以清理垃圾為名 然後就是 新的地主為了要清理那4000噸的垃圾 所以呢 他就要開始開挖那裡 但是沒想到他開挖這件事情的同時 就是 就變成違法濫肯 然後所以這個案子就爆發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解決 這個是脆弧 漂亮嗎 還不錯吧 對不對 這張照片是我們去拍的 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很漂亮的貓子 在童花開的之前去拍的 這個點你們看不到太遠了 這個點你們看不到太遠了 就是這一塊 它是一個顏色谷 狹長型的顏色谷 然後基隆高中 基隆高中在這邊 所以就是被交流到切開 好 這個我們都要看過的 整塊土地的面積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要講 4000噸的垃圾都倒在這裡面 然後真正真正垃圾基隆到的地點 其實是這裡 垃圾清暈計畫裡面寫的垃圾 也都是埋在這裡 但是他們挖的是哪裡 他們怎麼挖的是這裡 連一點點重疊都沒有 就是剛剛我們切開 垃圾都是埋在這裡 但他們挖的是這裡 然後一路往這邊挖 其實就是高速公路 然後而且是高速公路的順向公路 很危險 很危險 那我有一堆登山的朋友 看到了 跟我講 那時候我還不是以為 阿王老師 這件事都不發展這樣 等等 我們就說想 搞不出什麼狀況 空拍機就不掉進去看 我一看看到人家嚇死了 然後後來就直接去跟 金融市政府檢舉 然後檢舉完了之後呢 檢舉完了之後 金融市政府才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呢直接就發了公文 高求說 這邊要任命停工 那結果你猜他們有沒有停工 沒有 繼續挖 而且趁人家就繼續挖 後來登山課的山野又再跟我講說 欸王老師你說停工了 他還是在繼續挖 我們空拍機在那邊 欸真的是這樣 然後就再一次把這些資料 全部又再會整 再丟給金融市政府 然後金融市政府 才直接會統了警察 然後一路進到這個基地裡面去 然後把公立負責人跟 施工單位都全部帶走 帶回到分局裡面去 來這個就是那個景象 空拍機拍 垃圾都在這裡 然後他們挖著 然後這個也都是在我們剛剛在講的 亂七散步道的路徑 旁邊 然後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 我就被 被人打了一頓 好不細講 但是總而言之是說 各位我再說的是 除了告訴大家我們這幾年在做的事情 是在做什麼之外 同時也跟大家說 當我們當時在思考淡然入網這件事情的同時 他如何同步跟其他議題發生聯繫 你知道嗎 所以像這個議題 跟我們結合比較多的團體 你知道不是環境團體 跟我們結合比較多的其實是 山友 爬山的山友 所以後來我們辦了好幾次 就是從巴魯山在下街 這個翠湖的活動跟路徑 甚至包含去整理那邊的山徑 其實都是跟山友一起做的 那你知道這些山友 當他在這個議題中 對環境有感的時候 他都一起跳進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跟他對話完之後 這群人也一樣就會進入到淡然的網絡中 我這樣想知道 因為那是一個整種體大的 價值跟概念的統合的過程 他就會知道說 他每天爬山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健身 不是只有交朋友 不是只有自我實現 他同時包括了什麼 他同時包括了山林的巡守 他同時也包括了 對整個山林水泥花的監督 這幾件事情其實都會同步在進行發生 所以我們怎麼把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除了看成是一個活動 一種工作方法之外 他同時也變成是一種 組織跟教育的過程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重要 你如果有機會成為一個 手作步道的老師 該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是在裡面 我們看到仍然還在裡面的垃圾 但目前為止都還沒被清走 但是土地卻被挖了一大塊 你可以看到就是整個山頭 就被挖掉了 那我們當然知道地主其實一直期待 因為這一大片土地 我剛剛講包含湖面 顏色等等 絕大部分都是保護區 在土地使用分區上都是保護區 雖然它是私人地 但在土地使用分區上都是保護區 那誰會花錢來買一大片保護區 其實未來都是等著 希望有機會可以發展 點石成金的遊戲 就是讓它從保護區 變更變成其他的入門 這件事情在過去台灣 三四十年來的概念 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它如何讓土地商品 可以有機會再翻倍 再翻倍 過去比較容易 所以現在比較困難 但是仍然你還是可以做 而且這一大片它花了多少錢 我們後來聽說是 他們只花了三億 然後就買到了這一點保護區 包含湖面 後來我們是真的去進來吃最好茶 好 最後一個依序我們講這個 講完就結束了 然後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在結束之前 沒有什麼想要跟我討論 或對話 都可以 我們剛剛在講的 有四條路徑 是我們都在這段過程當中 不斷在工作 那一條是淡蘭古道的北路 一條是淡蘭古道的中路 另外一條是淡蘭西三步道 現在要講最後一條是基隆河的自行車道 基隆河的自行車道 我說我認為它是最美價值的一條 但是它在整個休閒跟運動 帶動的過程當中 它勢必會做 它也會成為大家的期待 那也沒有不好 我說這片價值不代表它不好 因為相較於其他 在生態和文史的價值來說 這一條是相對比較低的 因為整個基隆河 從下游到中游 基本上都已經 不太有生態可憐 而且基隆下一個階段的開發 基本上是眼睛就是 被德基隆河合骨的開發 那這個基隆河合骨的開發 會下一個階段 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以及對基隆市 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都還不知道 基本上現在官方的說法 一律都是 只要基隆市 希望有機會可以翻轉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 基隆河中游的河骨狼帶 可以整個總體的土地釋放出來 可以被開發 那這件事情 理所當然的想法是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公司行號產業 基本上台北南港已經裝不下 所以會順著基隆河 然後一路逸流到基隆來 所以希望能夠在基隆 先做好準備迎接這些產業 移住到基隆來 但我們非常悲觀 非常不認為這件事情會發生 到最後有可能就會變成是一波 在政策上土地炒作的過程而已 炒作完了之後 然後依然不會有其他的產品 但對生態來說 或許有機會可以陰沉 這樣會保護下來 這個自行車道的串頭 這個我們就不細說 但是我覺得從走路的角度來看 很鼓勵大家可以試試看 現在就可以試囉 你住基隆 你住南港 你只要找到一個基隆河的切口 任何一個步行的切口 你就可以接出去 我自己最推薦的切口是從哪邊呢 就從巴魯火車站 巴魯火車站 巴魯火車站 巴魯那個圓環 不是有地下道嗎 你從那個地下道往下走 那個地下道非常長喔 地下道非常長 你從那個麵包店這一側的地下道 那個切口就開始往下走 走到底 就會進入到巴中社區 你從巴中社區那邊上來了之後 左右兩岸都可以走 你就一路順著走 我們來讓自己奢侈一次 就是你花八個小時 真的你試試看 不用帶太多食物 看你走到南港展覽館 展覽的時候是幾點 真的可以試試看 如果體力好 真的有機會 就從南港展覽館 再往下走 就可以走到內湖 內湖到南港到哪裡 松山 松山 一路往下 反正就是順著基隆走走 你就會發現 真的你創造了一個跟自己 只有你自己的對話空間 沒有任何 就你自己 我是沒走過 他們說走到淡島 六十幾公里 可以試試看 好 來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 我們從空中看 然後他玄碧寺步道 就會準備坐在基隆河的右岸 那我們也就會是說 如果要走淡蘭古道的北路 起點當然就是從南港這邊 你過橋之後 這一段 玄碧寺步道就會開始做出來 一旦做出來了之後 他就直接可以銜接到 定內 定內再過去就是四角平 然後就是瑞芳 然後就可以一路往基隆河的中游上游 往那個方向走 這一條如果銜接起來 它就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清楚 本來淡蘭古道北路的斷點 就會在這個地方被銜接起來 大家有機會 也可以去試試看 原則上應該是今年的 今年的十月 十月十一月應該可以完成 聽說行政院要求是 必須要在投票前 做完這段 投票前做完這一段 這個是第一代暖江橋的樣子 這個我們就 看過就好 好來 我要準備回到這個結論 不管你的角色是什麼 我的角色是什麼 只是要再說 我們都是 有一個心理學家叫做 弗洛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然後他說 他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很好 他把主被動同時寫在一句話裡面 他說人是自己的材料 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 不管是在推動社區營造 或者社區規劃 或者各式各樣的政策推動 基本上 有一個內在的邏輯 通常都是 我拿到以前 我集合了一群人 要去做一件什麼事情 所以我是主動的 那件事情是被動的 那個被動的事情是被我做的 大概都是這個概念 OK 我拿著一個工具 去趨向於那個目的 大概都是這個概念 但想推薦大家 換另外一種方式思考 我們有沒有可能 換成是一種方式 是 我是在一個什麼過程中 成為一種什麼樣的人 那個對象不是說 我是主動 他是被動 而是我們創造出一種過程的情境 然後讓我在其中得以改變 這是另外一件不同的事 可以理解我說的嗎 走路不是為了要 讓我自己更健康 走路是為了要 為我自己創造出一種情境 讓我得以在裡面如何 目的跟方法是同一件事情 它不應該被分開 所以我們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社區裡面 做了各式非常不同的事情 它不是為了淡然古道而做 它不是 但是我們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認識淡然古道 我們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分辨淡然古道 我們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跟淡然古道長在一起 是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有可能 我們今天用淡然古道的路況為核心 來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而且過去我們在幾個不同分眾的議題當中 所碰觸到的民眾 或者是願意一起往前走一小段的人 都有機會可以一起走進淡然古道的路況中 它是一個共同發展的過程 所以今天會一再重複說這件事情 是想要邀請大家在一起多想一想 手作步道如果 或成為一個步道師 是你在人生這個階段裡面 你想要為自己設立的目標 那個很好 在當一個手作步道師的同時 想要發展一種 想要發展一種 什麼樣的關係 是可以重新跟自己對話 跟別人對話 這件事情我覺得它會更優先於 步道師這件事 所以我最後小節講完就好了 不只是地方創生 它是因為創生這件事情 不是被我創出來的 是在共同生活中 共創的地方 然後不只是造物造產造人造人造物造產 這個是社區營造 過去二十幾年來的非常核心的slogan 社區營造到只要造什麼 他們就會回答你說 造物造產造人 但那個造都有一個 有造跟被造的關係 但我說那不是 那是一個人的自活改造的過程 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我講完了 有機會可以加火爛 我講完了